晚上 照常上网写作 按照惯例 在十点钟准备下午休息时 才记起丈夫出差了 明天才回家 孩子周末 一般都在外婆家 打亮着被灯光笼罩的空荡荡的家 再侧耳一听 窗外是稀稀利利的小雨 心里突然一击零 这样的春夜 这样的氛围 对于想象力丰富 且胆子小的我来说 不自己吓坏自己才怪 好在明天是休息日 那么 今晚足不出户 最好的去处 当然是聊天室了 轻车熟路地 闯入网易社区 然后自然地选择 似是情怀聊天室 或许因为是周末的缘故 聊天室的人很多 看着各个代号 进进出出 心里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就这么干坐着 也不是办法 于是 信手改了一个昵称 一条胆小的鱼 对于网络来说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条鱼 来无影 去无踪 潇潇洒洒 自由自在 怜香西域的 大有人在 我刚将改好的名字 发上去 一个没改名字的代号 就向我发话了 你好 胆小的母鱼 我来保护你 我心里一阵窃喜 看来 对方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 今晚 我可度过难挨的 粪粪渺渺渺了 只是千万别让这条大鱼 跑了 于是 我赶紧回过话去 你好 大鱼大鱼 对 我正不知用什么名 就改名为胆大的大鱼吧 对方立刻就改了名 我不由地笑了 这第一步 我成功了 小鱼 告诉我 你多大了 这么晚 为什么还在网上 这大鱼 还真像大鱼 三十多了 刚写完东西 到这座座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着 对方沉吟了一回 才说话了 对不起 我不喜欢 与四十岁以下的人聊天 你惊错聊天室了 我急了 就这样 让这条屏第六感觉 一定是个 聊得来的大鱼逃走 可真是一大遗憾 他既然嫌我小 我应该故作深沉点 别让他小瞧我 你知道 一个人有几个年龄吗 我故意不精心地问道 如果这问题 他不回答我 我就搬出 布什伊拉克海啸地震 这些大问题 来套住他的脚 我就不信我留不住他 没想到 他那人还真老实 几秒钟后 就回过话来了 不知道 能否指教一下 我偷偷抿嘴一笑 不慌不忙地敲起字来 告诉你吧 人有四个年龄 外表年龄 实际年龄 心理年龄 生理年龄 我的心理年龄 可以让我上这了 所以我就来了 哈 你这人真逗 我服你了 说说看 你和我能聊什么 他还是一副 小瞧我的样子 好不容易将他留了下来 不过 看那情形 他随时都有溜走的可能 大到国内外大事 小到鸡毛蒜皮的小事 本姑娘样样知道 发上这话时 心里还真有些发虚 嗯 那我们来聊聊 台湾问题怎么样 他看来挺满意 也惊奇于我的回答 虽然台湾问题 在报纸上 经常有这方面的报道 可对于不喜欢 关心国事的我来说 只是知道一点皮毛而已 但为了不让他看穿我 我故意将这问题的线拉长了 回答道 这可是个任重而道远的事情呢 看来非用武力不可 说说原因 他马上就将问题抛过来了 我呆了呆 这要我从哪里说起呢 但是 既然自己已装懂了 我只好从美国选举总统 这是说起 扯到陈水扁连战李登辉这些人 说了那么一大通话 自己都不知道 说了些什么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 没差一句话 但我说完这一切时 突然感觉自己 像个犯人似的 在等待着审判长的结论 我起了身 将里屋外屋厨房卫生间 所有的灯都打开 做好了 他游走的准备 真难为你了 一个女性 能关注这些事 其实 外国政府 为什么对台湾问题 那么感兴趣 因为他们想利用它 牵制于中国 一会 他就发过来了 我真佩服他 一两句简短的话 就把问题的实质 道出来了 那么 你还会继续和我聊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猜想 他在那边 一定笑得前仰后福 因为 他发过来一句这样的话 哈哈 真是一只可爱的小鱼 我不知道它笑什么 又不敢问 只是坐在电脑前不说话 那接下去 我们聊什么呢 大鱼问道 看着它没有游走的意思 我的心又放下来 也感觉到 它语气轻松了不少 于是 我不再那么紧张了 随口问道 大鱼 为什么这么晚在网上呢 刚应酬回来 睡不着 到这闲聊一会 到这个时候 我已能感觉到 它是个真诚的人 由这 我们又聊到了应酬场合 接着聊喝酒 然后聊到江西的斯特酒 最后竟又回到了 希拉里 想竞选联合国主席的事件上来 这样一个大圈 怎么转过来的 我想 我们都说不出个 所以然来 正聊完中国民工 在伊拉克被绑架事件时 大鱼突然说 小鱼 休息吧 我也要下了 时候不早了 我看了一下 身边电脑桌上的手机 已显示为午夜一点了 是该休息了 可是 面对着依然没有睡意的自己 在感受着禁忌的四周 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些妖魔鬼怪来 身子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小鱼 怎么了 下了吗 或许因为 没看到我的回话 大鱼问我了 大鱼 白天你休息吗 这是我今晚第二次问他 有关个人的问题 我能感觉到 此时的大鱼 一定很纳闷 因为 他反问道 是的 怎么了 我心里又一喜 嘿 白天他休息 那白天 他可以好好补觉了 我又有理由套牢他 我现在应该拿出女性的软弱一面 来对付他 包准他会留下来 大鱼 再和我聊聊好吗 我一人在家 外面又在下雨 害怕呢 我可怜兮兮地说 不过这时的我 还真是一副可怜样 大鱼立刻回话了 行 那再接着聊 没想到 对面的大鱼 竟是一个这么爽快的人 如果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这样的人 能经常聊聊 还真不错 不过 这念头 只在心中一闪 马上就否定了 因为 我只是一条 在网上自由自在游动的鱼 我忙真诚地说 谢谢大鱼 耽误你休息了 你太客气了 和你聊天是享受 只是 女星不能熬夜太多 容易老 她说这话 并不是在调侃 实则是一种劝告 接下来的话题 就轻松了许多 我们聊着人生 聊着一些社会现象 聊着文学 原来 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当今三点钟的时候 我终于有些睡意了 揉了揉眼睛 我真诚地说 大鱼 我想休息了 谢谢你 陪我聊了这么久 可是 大鱼却没马上回过话来 我以为她已下了 五分钟后 我准备关闭聊天室的窗口 就在我按鼠标左键时 屏幕上显示了她发过来的话 小鱼 我可以和你说话吗 我打你的电话 我一愣 本能地想拒绝 但转一想 人家陪我聊了大半个晚上 从言谈里能看出 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鱼情鱼礼 都说不过去 但是 我在网上 只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鱼 这可怎么办呢 当目光定格在电脑旁边书桌上 那只透明的玻璃装饰瓶时 我记起了 里面有张响消耗的电话号码卡 是连通卡 于是 我将它拿了过来 将上面的号码敲了下来 发送过去 我随后说了声再见后 静静地退出了聊天室 拿起身边的手机 将连通卡换上后一开机 铃声就响了 我按了接听键 小鱼 是你吗 很有雌性的声音 听语调应该是北方人 大鱼 你好 是我 我很自然地叫起它大鱼 它在电话那头乐了 你还真是一条小鱼 声音像的小姑娘 我该是条老鱼了 听它这么一说 我也有些乐了 小鱼 和你聊天很开心 你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女性 上网六个月了 你是唯一让我折服的人 以后 我们可以常聊天吗 听着大鱼那真诚的话语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是轻轻地 恩了一声 时候不早了 你休息吧 以后 我会常和你联系的 我知道你的手机号码了 大鱼那爽朗的笑声 使我感觉到 这个夜晚温暖了不少 该轮到我做总结的时候了 我轻轻地说 大鱼 谢谢你 陪我聊了这么久 我会永远记着今晚的 你也好好休息吧 再见 然后我关上了手机 取出卡后 我将其折断成了碎片 打开窗户 细细的雨丝挤进了屋内 我将号码卡的碎片 往空中一抛 依稀看见它们飞舞几下后 就不见踪影了 今晚对于我来说 已成了一个梦 或许在明天 或许在几天后 这个晚上 也会成为大鱼的一个梦 因为 今晚 我和它 都只是一条鱼 来无影 去无踪 大家觉得 今天的故事怎么样 喜欢或者不喜欢 都请留下你们的跟铁 也可以看看 有没有触动到你们的地方呢 要是有意见 或者投稿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的 小编会认真看的 祝你们天天开心 本内容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